我们进入到第一模块 经济学的核心原理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回忆一下课程的框架 整个课程分为六大模块 后面我们会按照市场分工 来学习消费者啊 企业啊 市场等等各个模块 但是无论学到哪一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都会重复的重复的重复的 使用一些共通的研究方法 也会有一些贯穿始终的核心逻辑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共通的内容全部抽出来 共同组成了第一个模块 整个第一个模块一共有三章 第一章是经济学是什么 第二章是讲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第三章是讲经济学的核心逻辑 这就是第一模块的框架结构 下面咱们开始进入到第一章 经济学是什么 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一章的名字 可能会内心里揣测 我觉得哎呀这一章是不是没有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呢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一章是我特别写出来的 别人不会讲 但是我专门写出来想要讲给大家 我记得罗湘老师在讲法学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有些人法律学的太好了 以至于丧失了人性 他已经钻进了法条里 什么事情都拿出法条来 然后忘了法律存在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法律判决呢 是要符合老百姓内心最朴素的 这种正直的公正的观念 那你说这种人法律学的好还是不好呢 咱们经济学其实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 有些人呢 经济学还没学入门 他还没有学会怎么用 这个时候他会觉得 经济学是纸上谈兵 没有什么作用 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 学这个课没有用 没意义 说没用的这些人呢 是还没有学好还没有入门的 第二类人呢 是学入门了 但是走得太远 自己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开始掉书袋了 开始觉得经济学好呀 能解决任何问题呀 开始宣扬经济学万能论了 这也是有问题的 这肯定也是不对的 这是学傻了啊 还有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不是学傻了 而是学精了 他不仅学会怎么用了 还学会了怎么去利用 就像我在前言的时候 我说 现代的微观经济学 它是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但其实呢 无论是这个理论基础 还是现代的经济制度 都不是完美的 整个世界上 哪有什么完美的东西呢 这个理论基础 还有经济制度 都是有漏洞的 有些人学通了 学精了 就开始发现漏洞 开始学着利用漏洞 甚至开始学的制造漏洞了 我记得网上有一句话说 全社会所有最赚钱的方法 都写进了这本刑法里面 但是我觉得说这句话的人呢 一定是没什么见识 因为刑法里写的 都是最low的赚钱方法 坑猛拐骗偷啊 贪污社会 做假发票啊 诈骗 贩毒卖银啊 你想想这些能是什么 好的赚钱方法吗 这些都是最low的赚钱方法 所有高端的赚钱方法 一定是写在经济学里的 只不过 很少有人能看得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里 各有一套高端的赚钱方法 他们就是 九阳神工和九阴真经 开玩笑的啊 他们就是 让我总结的话 微观经济学里就八个字 叫洗脑需求 控制供给 宏观经济学里也有八个字 经济危机 暴涨暴跌 所有高端的赚钱方法 基本都在这十六个字里边了 而且在 现代的经济制度下 还是合法的 砖漏洞或者制造漏洞 都是合法的 无解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特地写了这一章 希望能够给大家建立一种 全局的观念 希望大家都能客观的 立体的看待经济学 如果我只教你一些名词解释 教你一些概念 这一刻是没什么意义的 当然如果我要老宣扬 经济学万能论 说这个东西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什么都能搞定 这也是不是傻就是坏 我希望大家能够客观的认识到 经济学里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既有能够为我们所用的一面 也有能够被别人利用的一面 一定要客观的认识 整个第一章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的框架 一共分为三课 第一课是经济学的世界观 第二课是经济学的历史观 第三课是经济学的道德观 别 means 好